大家好 歡迎回到壞鬼聯盟的炮谷片《還想怎樣》 這個系列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劇集和電影的觀後感 有時會自己一個人說 有時會幾個人一起討論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軒仔 影片開始的時候就播了一段音樂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劇就一定不會陌生 沒錯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日劇 就是《求婚大作戰》 這部劇就是在2007年日本富士電視台播出的 總共有11集和1集特別編 是一部原創作品 編劇就是《金子茂樹》 雖然他因為這部劇出了名 之後也偶爾有些受歡迎的劇 例如《今天不上班》 《我命中注定的人》 但始終他還是去不回《求婚大作戰》時那麼出名 直到這幾年的《我的事》說來話場 以及《喜劇開始了》 才多了人留意它 在《我命中注定的人》這部劇中 有些彩蛋位是與《求婚大作戰》有關聯的 這部份我就留在最尾才詳細解釋 其實在2012年和2017年的時候 韓國和中國都分別拍了《求婚大作戰》的翻拍版 而台灣在2010年的時候 推出了一部叫《第二回合我愛你的》的劇 當時還被人說這部劇是《求婚大作戰》 可以看得出這部劇其實是很出名的劇 但這就不是我看這部劇的原因 我就是因為讀中一的時候 一個同學介紹給我的 他就跟我說男主角可以在婚禮中 透過成長片段的照片 回到過去追回女主角 因為當時穿越時空的情節 就不是很氾濫 所以當我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很吸引 放了學就立即上網找來看 其實未看這部劇之前 自己都沒有追開一些劇 多數都是電視播什麼就看什麼 比較深刻的就是看過女王的教室 所以《求婚大作戰》是有追劇的入坑作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一部劇的劇情 雖然不是說了那麼多集 但內容上怎麼都會有劇透 故事開始有個穿著西裝的神秘大叔說了一段獨白 他就說每個人都拿著了一條打開奇蹟之門的鎖匙 但可以發現到的人就很少 不過只要懷著想回到過去的心情賣出一小步 反覆不斷努力 總有一天奇蹟之門是會為你打開的 這段獨白正正就是整套劇想表達的東西 接著鏡頭一轉就看到 由長澤靜美飾演的女主角阿黎穿著婚紗 旁邊還有由榮倉內內飾演的伴娘兼閨物 另一方面就看到生下至久雖然的男主角健三 因為遲起身趕頭趕命出門 還剛巧遇上馬拉松大賽風路搞到大塞車 於是他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就要跑去目的地 而同一時間他的死黨江洪和小學 就不斷地打電話催他 當見到他終於到達教堂的時候 很自然會覺得健三就是新郎 但竟然不是 他只不過是阿黎婚禮的拍攝團隊 原來健三和阿黎是青梅竹馬 新娘結婚但新郎就不是他 而是他們的大學教授多田老師 在播放成長片段的時候 健三看到一張又一張的照片 回憶就回來了 很後悔自己為什麼沒有表白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自稱妖精的大叔出現 他就跟健三說 只要你向我許願就可以回到過去 但是這樣的東西又哪會有人相信 不過這一刻的健三就只可以搏一搏 到我走到這個機會 求求 saraba o everybody ett undoubtedly quickly 我 咬給你 b card t é 你明明知道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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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瞬間 健三就去了一個棒球比賽現場 他真是成功回到五年前 而當時正正就是去甲子園東京都預賽 但比賽的結果沒有因此而改變 他亦沒有跟阿麗表白 因為到這一刻他還未相信可以改變過去 就是這個時候時間都夠了 快門制被按下去的一瞬間 健三在過去穿越回來婚禮現場 阿麗和多田老師結婚的事實 亦然沒有變 但這個時候健三留意到 照片發生了變化 原來真的可以改變過去 健三當然很想馬上再一次回去 但妖精就跟他說沒有 穿越是有規矩 除了有時間限制之外 一張照片只會穿越一次 即是說只會有其他照片 他就可以繼續回去 就是這樣 健三為了跟阿麗表白 就展開了他的穿越旅程 劇情大概說到這裡 接著就說說我對劇情的觀感 《求婚大作戰》 他雖然是一套穿越劇 但始終是圍繞愛情 所以他不會有些很複雜的世界觀 或者很銷路的時間線 甚至可以說他的大廊其實很公式 每集的主要劇情 不外乎就是健三看到照片 想回當年發生的事 覺得很後悔沒有表白 又或者是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阿麗很不開心 之後他就會穿越 然後每次回來 無論是照片 還是他身邊的人 同時都會有發生變化 雖然就是好公式 但他又不會一味死講 健三和阿麗的愛情線 反而男女主角和另外三個朋友 五個人之間的友誼和角色成長 都佔了一套劇很重要的篇幅 因為這套劇包含了他們五個 由學生到出來社會工作的時期 所以會有很多你就是下我 我就是下你的日常趨勢 例如小學為了追貴你 就在操場上寫大字表白 畢業那天 他們五個人又偷偷走入校長室玩 大學的時候為了追夢 降雄也要回兼職 到五個人長大了 出來社會工作之後 大家少了見面而變得很陌生 還有就是健三為了忘記阿麗 你刻意疏遠她避開她等等 這些看似很普通 但就很貼地的劇情 也正正因為多了友誼 和角色成長的描寫 而令到劇增加了真實感 所以無論哪個階段的人看 都會很有共鳴 我到現在偶然都會翻看整套劇 還有就算今時今日 穿越的題材愈來愈普遍 但我仍未見到有另一套 是那麼純粹那麼簡單 說愛情又好看的穿越劇 還有一樣比較驚喜的 就是小學和貴你的愛情線 整套劇佔的比重都比較多 而小學對愛情的直率 亦都間接令到健三成長 而我自己就認為小學和貴你的愛情線 比阿麗和健三更好看 可能是因為想著主角 一定會有happy ending 所以當去到特別編的時候 看到主要劇情 竟然是圍繞小學和貴你的婚禮 那一刻其實真的很有驚喜 另一個又愛又恨的位置 就是健三的成長 第一次看的時候 看到她一次又一次回到過去 但也沒有好好珍惜和阿麗表白的機會 就會覺得很敏 明明是第二次回到去 時間也有限 為什麼還那麼介意表白的貪命呢 就連妖精都忍不住說她 就是因為經常在意這些小事 才會錯過大的幸福 而且整件事是很諷刺的 健三明明是改變到 照片和身邊的人同事 但就往往改變不到自己的性格 但看到最後一集的時候 我就明白 她根本不可以一回去就表白 因為當她回來之後 那個時候的健三又會打回圓形 所以即使她回到過去 可以表白也沒有用 而健三也在最後一集明白了這個道理 就是要改變的不是過去的自己 而是要改變這一刻自己面向未來的意志 看到健三這個成長 正正就是對她這個角色 又愛又恨的原因 除了在劇情上 其實劇的鋪排和處理的細節位 都做得很好 特別是第一集 妖精一開始講過的一番說話 只要你想去改變 然後一步一步去努力 奇蹟之門總會為你打開 這句話不單止作為劇集 一開始的對白 用來帶出整套劇想表達的東西 妖精還在最後一集 講多次這番說話給阿禮聽 作為呼應 另外就是在特別篇的時候 在沙灘的時候 健三拿了一雙Oversize的鞋 出來送給阿禮那一刻 阿禮就拿回當年健三 打算送給阿禮Oversize的戒指出來 呼應第11集的劇情 最後健三和阿禮求婚那一刻 阿禮回覆多多指教這一句 亦都呼應了健三小時候 會一世照顧阿禮那一幕 最後就是一開始講的彩蛋 在《我命中注定的人》這部劇中 《生夏至久》是飾演一個 自稱神的角色 為了拯救地球 他要撮合男女主角 但到結局的時候就揭曉 原來《生夏至久》是男女主角的兒子 而在《求婚大作戰》中 自稱妖精的大叔 每次他見到健三失敗的時候 他都會很激動很緊張 替他不抵 當時看的時候我就腦洞在想 會不會姚貞大叔 都像《我命中注定的人》 其實他是主角的兒子 另一個彩蛋就是 當姚貞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生夏至久》就問了他一句 你是不是白露 而白露其實就是 他在《希宅獵人》這部主演劇中 一種稱呼尊拉人錢的希宅師 當然還有不少描述得好的細節位 不過就留你們看的時候去感受一下 又或者你們看到其他的彩蛋 都歡迎你們留言告訴我們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這條影片可以讚好 或者分享給朋友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有什麼劇想我們說 還可以訂閱《壞鬼聯盟》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你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